大家好,我是阿渡 我现在是在南京的总统府 现在我们来这里看一下 这蒋介石当时在这里办公的地方 在前面我们所看到的这栋楼 它叫紫超楼 也就是总统府的办公楼 在当时这蒋介石和政府官员 就是在这里办公 它这个是一个三层的建筑 为什么叫紫超楼呢 因为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叫林申 他是号紫超 它这个也是总统府 总统现场最后面的一栋建筑 进来之后最先看到的就是一面镜子 也就是正义官 它这个镜子是有一个神奇的地方 就是它离这个地面 无论你是在多远 还在多近都可以照全身 在这个一楼就是文书局 也就是局长还有秘书办公的一个地方 这里也就是保管文件和盖章的一个地方 这二楼的人非常多 很多人都是在这里看 总统和副总统的办公室 它这里的窗户也都是为原来的那个时期 它说打开窗户还是这种构建 这种构建它还是同的 很多人在这里是完全都挤不过去 二楼这里是为文书局局长的办公室 在一楼是副局长 它那里还有一个门 我们看一下另一侧 它是只属秘书长领导 而且在它属下有170多人 这秘书长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职位 他和这个总统副总统在一层办公 他主要就是负责 这总统副的日常事务 权力非常大 在前面这南面的三间 就是蒋介石的总统办公室 在北面的三间 就是李仲仁的副总统办公室 这里就是副总统办公室 在1948年 这李仲仁当选副总统 它这间套房是一共有三间 在中间这间的办公 在两侧有这个街客室 还有这个洗手间 它的内部都是有媒相通的 它这间街客室的位置非常好 是坐北朝南 而且在它正对面是没有房间 它前面是有这个大厅 可以直接通下阳台 所以这个位置是非常好的一个位置 虽然这里是准备了副总统办公室 但是据说李仲仁当时是没有在这里办公 这间会客室也是作为蒋介石的一个会客室 蒋介石办公室 这三间房是全部朝阳 位置非常棒 我现在是已经等了好几拨人 他这个美国还是有很多 我现在再等一下 这间房就是总统府最热门的一间房 就是蒋介石办公的一个地方 在最开始 这总统府刚刚建成之后 他这里是国民政府主席林新的一个办公室 在后来的抗人战争时期 这南京失线 他这里也是被伪政权征用 在后来 蒋介石当下总统 他就是在这里办公 他这里有这个桌子是斜的 有的说法 说是他生性比较多疑 在这里可以很好地观察外面 但是据很多人推测 他这里绝对是有高人算过 绝对不可能是一个简单的摆放 他这个位置是背靠东南 面向西北 这东南也就是南京的紫金山 这西北就是长江 这个也是应对了这前永照 会有靠的一个格局 当然了 这中东解释都是后人所设想 到底是不是这样 只能够为他被人 在这楼梯一角 他还有一个电梯 这电梯就是为当时民国所用 这是为当时美国所进口的一部电梯 这个也是南京的第一部电梯 从这上去的三层 就是他的一个会议室 现在是谢绝参观 现在我们也是已经出来的 这几间办公室 我们也是拍了一两个小时 人是非常多 为什么这么多人呢 因为他这里也是这总统府的一个精华 是蒋介石办公室的地方 现在在他办公室的不远处 就有一个防空洞 我们来看一下 在1932年 这事物会战爆发之后 在营建这个总统府 就修建了这一个地下室 来躲避炮弹 因为在当时 这日本的飞机 是经常骚扰南京 这中国又没有很好的一个空军力量 所以就修建了这一个防空洞 地下室 它整个是由这个 钢古水泥来称 它这作为一个两层的建筑 它这里面是由这个水电还是通工设施 是一应俱全 什么都有 这个地方是非常坚固 在它顶层是由这个数米厚 而且它这里可以扛进这个炮弹 不怕轰炸 而且它这处建筑 这个地下室 离这个总统的办公室 是非常近 只有这个10几米 如果一旦发生事情 可以及时的来到这里 但是它这里从修建好之后 是并没有启用 因为在这个抗战争爆发之后 这南京就失线了 是国府西迁 这国民政府是已经搬到了重庆 所以是没有用到 但是在这个解放前夕 这国民政府在这个地下室 是焚烧了大量的文件 没有带走 在这院楼还有两颗雪松 就是当时的国民政府主席 林申所守执 而且另一颗现在是已经砍伐掉了 如果你在这里参观 非常用心的话 你会发现 它这钟表全都停了 所有的台列也全都翻不过去 这也就是意味着救中国一去不复返 在民国时期 它这里就是全国一个政治文化经济的一个中心 所以这里是非常有这个历史价值 如果大家来的话 一定要做好这里被挤爆的一个准备 好 这是我们今天所看的一个总统府 下地方见 再见